睡到一半突然喉嚨很痛 因為那個 是痛嗎?還是只是早些啊? 就覺得怪怪的而已 痛 喝水也難 講話也難 就是只要大力講話 我的喉嚨很痛 對啊 那天我不是早上就突然跑起來喝水 我就跟你說 欸 怎麼辦 我的喉嚨有點炸炸的 可是那一天晚上我好像有戴口罩睡覺吧 有 你都有 那時候我還沒去診之前都是戴著 不是啊 應該也不可能會有人戴著口罩睡覺啊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那天晚上其實 小姐姐要發病那一個晚上 要確診前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那天晚上我就自己戴口罩睡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潘 然後你咧? 我是小姐姐小林 欸 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呢? 我先一個一個個問啊 我們今天是記錄一下就是 就是小姐姐確診之後 一直完整到隔離這段期間 到底發生什麼是我們的感想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把它記錄下來 好 還記得我們什麼時候確診的嗎 就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因為他跟我講說 他前面那個他公司的外勞也確診 所以我就覺得 不然今天晚上我就戴口罩睡覺好了 然後因為他回來的時候 他有跟我講說 他的喉嚨不舒服 但是那時候症狀還沒有很明顯 然後咧? 然後後來就喉嚨 晚上的晚上的 半夜的時候就 不知道為什麼就很痛 碰到就起來先喝水 後來跟小潘講說 我的喉嚨炸炸的 已經快要炸掉了 ok 所以我再去上班隔天 就是開始未過 那一天你請假 就是那一天沒有 你沒有去上班 對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你之前有跟我講說 外勞已經有確診了 然後你就跟我講說 要不要去買快篩來驗看看 那天你剛好沒有去上班 所以那天我們就剛好 就有去藥局 排到一盒 就是排到一盒 那個快篩季回來曬 後來完了之後 隔天你又回去上班了 對 禮拜四我又去上班 對 回去上班 結果 公司的外勞又有一半的 又確診 確診的更多 就休息 確診的更多 後來 所幸我們禮拜五就去 禮拜五嘛 禮拜五還有上班耶 我還上到六點 對啊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 你就說你喉嚨不舒服 對 因為那個同事妹妹就說 姐姐你的聲音怎麼都啞掉了 因為那時候我就感覺好像怪怪的 那天買快篩季回來之後 我們有驗 然後驗的時候 小姐姐那時候是陰性 對 那時候是陰性 第一個 對 第一天這個 5月18這次還沒確診喔 那之後我們 就是不舒服後 完了之後你又去上班了對不對 對 19號我去上班 對 那天回來 公司那個大陸姐姐打給我說 小林我驗了有兩條 你要不要驗看看 因為他們在工作上面 有近距離就是講話 姐姐在我對面吃飯 可是只是 也有戴口罩喔 有 就是只有吃飯的時候會拔下來而已 整部人這邊挖個洞這樣吃飯的 是不是 他就是在我對面這樣吃飯 其他時間我都戴口罩 他又說小林我回去驗兩條線 你要不要去驗看看 因為他那時候他還是一條 就是你那時候18號的時候 還是認為是一條 對還是這個陰性一條線而已 對 他有沒有說我這樣不准 我剛才只是醫院驗 PCR會比較准 不是 剛開始回來之後那一天 因為我跟他講說 你每次驗的時候 你的喉嚨就是 你每次都沒有把棉花棒 衝到這裡面 因為有一些人就是 鼻子往上 就是你往上捅 那整根摔進去 對因為有些人就是 尾音性就是 有些人棉花棒沒有很正確的 往裡面搓 就是你要平行的搓到裡面 可是有些都是 淺淺的往上搓 其實那沒效 痛了就沒有繼續 對那個沒效 後來我就一直強迫說 也不是算強迫啊 就是一直跟小姐姐說 你一定要把你的棉花棒 平行的就是生到裡面去 采集到裡面的黏膜 你才會準確 結果果然 伸進去之後 真的就兩條線了 就那一天來 你拿出來 這是第二次 拿上來一點 有沒有就開始 有一點微微的 若隱若現 而且他隨著時間 越擺越久 他顏色會更紅 就開始這裡 有沒有第二條已經出現了 然後這個時候 你的真狀是怎麼樣 你跟大家講 喉嚨有痰 喉嚨有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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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 有痘 後來為什麼會慢慢好 慢慢好 是因為那個小凡的媽媽 都有每天拿那個 檸檬西兩顆 後來再加我加鹽巴 可是那個檸檬西會 會灼傷喉嚨 所以我又給他加那個蜂蜜 那我為什麼會沒有痘 就是因為檸檬西加那個蜂蜜 那加下去隔天痰就好 還有防疫期間 這時候你要多睡 你要睡飽 吃好 要讓自己身體好好休息 反正我的要求也是蠻嚴格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自己自主 在家隔離的時候 他可能自己一個人房間 但是他也沒有戴口罩 可是我為什麼 那麼多天 驗還是陰性的 就是因為 我要求他第一天開始 他就是戴口罩 然後只要去廁所 還是去哪裡 就是要用馬桶之前 要洗手 反正就是先清消過 就是一定要刷完 上完也要刷 然後我如果要去跟他共用的話 來我這邊跟大家講 如果你們也要 家人也要安全的話 去的 他刷完之後 如果你也要用那個廁所的時候 你進去裡面 你的馬桶 你的什麼地方 全部都要用水 先沖過之後 然後再消毒 馬桶一定要先刷乾淨之後再上 然後你正常的 你上完之後 你還是一樣要再刷一次 就是一直 反覆的Double Check 一直Double清洗 這樣子就會隔離一些病菌 然後最主要的是 他這一整個禮拜 他的口罩完全都不能拔下來 除了吃飯以外 對 我一吃飯就是關在房間 跟小飯是隔離 小飯這個禮拜也沒有跟我接觸到 就是 就是我們各睡各的 連吃飯也是不害 OK 口罩也是 就是 髒了 還是什麼 就帶了一段時間 你就要 勤換 直接換 直接換新的 不要一把帶到底 反正那個就是不要去省 這個時候不要省 懂嗎 OKOK 這個時候不要去省口罩 還有什麼 吃點營養一點的 其實我是覺得說 吃這方面 其實是可以正常的吃 但是有些東西就不要光 譬如說 像如果你有喉嚨問題的話 你就炸的部分 跟會刺激的辣的部分 就是不要吃 最好就是吃粥啊 那就是最溫和的 這樣子 反正就是跟正常 反正大家如果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你要 你要免疫要好的話 其實你最主要是 你的新冠肺炎的 那個預防針 你一定要打滿3劑以上 一定要打滿3劑 不管你是打什麼 A.L.MOD MOD BNT 因為我們這邊 這3劑已經要打 你打了哪個場牌之後 還是症狀會比較好 比較輕 我們現在 不要用這種導向 我們就是說 最起碼 你要保護自己的話 你3劑 你一定要打滿 因為現在開始要打第4劑了 所以我們接著 未來會 慢慢打到第4劑 那你覺得 你這一個禮拜 在聚焦隔離 你覺得 對屏東 一些隔離的管制之類的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看吧 我只是很納悶 為什麼沒有收到關懷包 屏東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屏東好像沒有關懷包 原住民同事也有收到3D 是防疫包 不是關懷包 對啊 防疫包啊 內埔的也有啊 雖然說內埔確診的 有兩千多人 只是我有一些打電話 1922 1922 1957 什麼勞工商病情 那些我全部都打了 都是一樣的 嗯 啊 唯一 當其他人都不是說 就只能靠自己 懂嗎 那你在隔離這期間 其實 我們在隔離這期間 我也是沒有給他吹冷氣 因為 據說病毒是 對於比較高溫的 你存在7天嗎 對 病毒在於高溫的環境 他可能不是那麼活躍啦 所以 我再讓他關在房間裡面 其實我那個房間裡面是有冷氣 但是 我們也沒有讓他開冷氣 因為他就是 一般的電風扇 然後關在房間裡面 只有吃飯的時候 會把門關起來 好 然後口罩拿下來 其他時間其實一律都是戴著口罩 對 我們去東南多那個 我還去改良 我還去研究那個 回紋針 去給他綁這兩側 讓自己戴比較 有沒有 因為我臉比較小 口罩會滑下來 所以我們去研究這個 回紋針 綁在後面 讓這個口罩可以緊負在這裡 會有多 多的 空隙可以這樣 透出來 OK 好 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 小姐姐就是 確診之後 到現在解隔離完之後的情況 已經第10天了 重點在於說 現在大家我覺得 要正確 有那個正確的心態去看待確診者 因為 現在還是會有一些人 就是會覺得說 你確診了 我就跟你有點疏離感 不管是親 不管是朋友還是親人也好 就是大家就是 不要說因為確診了 你是病人 我可怕 你有沒有消毒啊 那我晚一點再去找你好了 我還是一樣 我還是一樣的 我都是被傳染的 我還是帶原者 我還是會戴著口罩 就是正常這樣子生活 會慢慢轉成陰性的 就是說 大家對於親朋還有之間眼光啊 或者你們對於那個確診者的看待 這方面 其實大家應該是 要做調整 不要說因為說 他確診了 不要這樣 親以平常心 現在去到哪裡都是病毒 都是確診者 對 可能很多也有一些 可能他正確診 可是他把他當成小感冒 他也不跟你講 可是如果你去跟他講話 還是也是可能會中 也是有可能啊 不是說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那我也是為了自己 為了家人 所以還是自己把自己關在他 所以這是完 這是之後 之後你那個確診之後的感想 跟那個隔離完之後 其實確診是 現在這個病毒 其實沒那麼可怕 可是如果說 你有打滿三針的話 對你來說 他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可怕 像小感冒一樣 可是如果 在於你沒有防護的人啊 就會比較危險一點點 對啊 我同事他們還在落賽 還在附線 對啊 所以最好是打滿三針啊 因為現在第四針要開始 所以 我的症狀是比較輕微一點 所以 大家還是要為了保護自己還是要多去 我還有問中醫師 中醫師說 我的狀況良好 不需要到清冠也好 好 然後咧 現在要中恩領 祝大家身體健康啊 啊 防疫就好好的防疫 就不要去想太多 OK 知道嗎 就是 心態要調適好 對 吃好睡好 要 感謝小朋友 教我一些有的美的 好好好 就這樣子 拜拜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